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难得的是 年纪精精的他还十分关注国家大事 看到社会上发生不正义的事情 他总是刚正不恶地写下自己的看法 比如当敌人入侵中国杀害百姓的时候 矛盾气奔地写下了为民众宣言一文 再比如有一位作家独姓遇难 直到这消息的他马上在报纸上发表了气质 号召人们为他的家人捐款 矛盾真是个热血青年 所以当拥有深厚文学底蕴的热血青年矛盾 准备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 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他的素材 比如当时上海的金融公司 为了赚得暴力采取了许多金融策略 而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工厂的老板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顺利争战产品 打算联合起了对抗金融家 可是老板们的自身局限和残酷的社会现实 却让他们在斗争中失败了 看到这一现象的矛盾 赶紧拿起笔 刷刷写下了他的长篇小说《子叶》 用下一篇小说反映当时社会的现状 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工业的思考和看法 再比如短篇小说《林家肚子》 故事里因为外国的入侵 而引发了用国货的热潮 只得开肚子的林先生 面临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而这些恰好都是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发生的真实写照 观众现实正在发生的事情 也成为了矛盾创作的一大特点 预读他的文学作品 往往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 看来文学经验矛盾不仅是文学